我们对于罗毕达法则的证明的话呢 在1的前面的部分 已经证明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 使用它来计算极限 那在计算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同学介绍的一个 专有名词叫做不定型 什么叫做不定型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趋进一个极限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带进去 我们如果带进去以后 我们会发现它是零分之零 这是最标准的 要不呢 无限大分支无限大 不论是正负都一样 不论是正负 正负都一样 这都是称为不定型 那么还有呢 万一我们带进去 发现是零的零次方 这也是不定型 再过来 一的无限大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一样都称为不定型 无限大减 无限大 这种提型的话呢 全部都是我们刚才 罗毕达法则一 介绍的状况 那怎么说呢 我们来说 无限大除以无限大 跟零分之零 跟零分之零 其实是状况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分子分母 对调 把它变成了分数 分之一 零分之零 就会变成无限大 除以无限大了 所以它的状况 是一样的 那零的零次方 我们后面会介绍 如何使用对数率的技巧 把它变成零分之零 或无限大除以无限大 像后面这些情况 我们都不是我们 罗毕达法则 能够用得到的 那么我们都是要 经过一个转换计算 把它转成了这种情况 变成了分子分母的状况 我们才能够应用 那么我们现在来 介绍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怎么做 来我们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一开始在维积分的 最前面的时候 我们介绍极限的时候 各位同学的做法就是 我们要分解音试 把它上下 这个是a平方减b平方 等于a减b乘上a加b 所以这个答案的话 消掉之后 把数字带进去 那现在我们可以 不用这样做了 这个题目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x趋近2的时候 我们把它带进去 发现上面是4减4 下面是2减2 这是什么情况呢 0分之0 符合了我们 罗毕达的状况 罗毕达的话呢 说了 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出现了0分之0的情况 这叫做不定型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 注意的是 这个等于的时候 为了要解释一下 我们等于的地方 我们一般来说 都会把它放一个 罗毕达 这是一个罗 l 然后 极限 上面为分 上面为分是什么 2x 下面为分是多少 下面为分是1 然后 再把它带进去 如果还是不定型 我们就一直做 一直做 做到答案出现为止 把2带进去 答案是多少 很快的方法 就算出来是4 那么我们再来介绍一个例题 好 这个例题是这样的 当x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上面是无限大 无限大的平方 乘这3是无限大 底下也是无限大 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这也是罗毕达的状况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也是很简单的 直接使用罗毕达 这边是罗毕达 x趋近无限大 我们就照写 来我们上面看看 上面的为分是什么 上面的为分是6x 底下的为分是 8x加2 好 做到这边 我们再把它带进去 我们发现 它仍然是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那么怎么做呢 继续做 这边再做一次罗毕达 好 这边是多少 这边是6 这边是几 这边是8 所以本题的答案是 带进去了 这边的话呢 已经答案就直接就出来了 是4分之3 那么对付这种简单的极限 罗毕达很轻松的就直接算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在前面 以前的话 没有教罗毕达的时候 有做过的例题 那各位同学可以翻到前面去看看 当时的做法是怎么做的 我们来介绍第三个例题 前面两个例题 我们都可以利用前面的一些观念 简单的观念就直接做了 万一碰到的是超越函数的情况 那么就没那么简单了 那么我们不用罗毕达法则 真的是做不出来 好 那我们遇到这个情况 很复杂的 上面有三角函数 也有nature log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第一步 当各位同学遇到了这样的题目 直接把0带进去 我们看看是怎么样 这个我们发现 这底下是0 上面cos2x 各位同学要知道 cos0是什么 cos0是1 那么log1又是0 我们出现了0分之0的状况 那各位同学就知道 要怎么做呢 罗毕达 注意哦 使用罗毕达的时候 一定要先要确认 它是不定型 我们才可以用 不然万一它直接有答案 我们直接使用罗毕达 答案就会计算错 来我们看看罗毕达 趋近0 好 分母是多少 这边尾分是14x 上面这个 我们就要小心了 我们就要小心了 log 我们的 nature log的微分是什么 我们复习一下 nature log的微分是 x分之1 那么我们现在这边不是x 它是函数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连锁率哦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微分是几 这边就是分之1 这边是cos的2x 别忘了 里面还要微分 里面微分是多少呢 连锁率 cos的2x的微分 cos的微分是 -sinx 再来别忘了 还有一个连锁率 还有一个多少呢 还有一个2 于是这个题目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题目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这边没有罗毕达 这边的话呢 我们并没有使用 罗毕达的公式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只是做一个整理而已 这边是14x 这边 si除以cos是什么 各位同学要知道 si除以cos是 tangent 这边还有一个2 我们的话呢 补起来 这边是2 补下去 好 现在我们再把0带进去 我们发现底下是0 上面tangent0 它也是0 我们现在来提示一下 tangent的微分 是second平方 那么这边 是0分之0 带下去之后 我们各位同学的话 想想一定都是使用 罗毕达 那我们就继续再使用一次 罗毕达法则 limit 好 我们看看下面 14x的微分 就变成了一个 干干净净的14 现在tangent2x 那么我们怎么为分呢 是second平方 这边就写 负的second平方 别忘了还要再乘上一个2 因为它是连锁率的关系 乘上2 这边外面还有一个2 那我们就写一个4好了 这边把它框起来 以避免弄错 好 做到这边 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 再把x区间0带进去 那么这边是second second 0是多少呢 如果同学的话呢 如果还记得的话 second同学不熟 我们回忆一下 second是谁呢 它是cos x分之1 如果你second不会 至少要会cos cos 0分之1 那还是1 所以这边的答案是多少 上面还是有负的 负的14分之4 也就是负的7分之2 那么我们利用了罗毕达法则 可以做出一些比较相对来说 复杂的极限